今天這個消息讓很多蘋果迷 也為之關注 因為蘋果是不是真的準備要進入到 元宇宙的商機當中 今天說蘋果在AR VR的產品當中 去做了一個登記商標 是不是真的開始要切入到這個市場 另外包括臉書 包括了Sony也開始積極進軍VR 虛擬實境等等的裝置商機當中 那當然讓人特別注意的是蘋果的VR 指尖的追蹤專利 跟其他人戴這個眼罩 戴這個所謂的這個 眼罩式的方式有點不同 難道說這是蘋果未來的秘密武器嗎 今天立刻請關心上來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這個消息 先說這都是最近要準備登場的 蘋果是說有一個追蹤專利 指尖追蹤專利 那臉書的部分是十月要登場 然後Sony的遊戲機說是明年初要上市 這是已經商品化的 這個只是來登記專利的 這怎麼看 我想應該這麼講 因為畢竟現在那個 大家每個人都在等蘋果出來 對不對 蘋果東西沒出來之前 老實說這個那些陸戲 手機都沒有地方去學啊 所以你看到其實今天 當然媒體上新聞有寫到說 蘋果終於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的這個混合實境 MR這東西呢 他跑去登記專利了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看到下一 對就是這個東西 他說大概是用這三個名字 什麼Reality One 什麼Reality Pro 或包括這一個 所謂的一個這個 反正就是三個名字裡面 他去登記了好幾個國家 這個美國 歐洲好多個國家 他登記各種不同的名字 那大家在懷疑說 這是不是就是他的MR的一個頭盔 所謂的混合實境的一個裝置 申請這個登記商標 這有可能 那這部分只是儀式 我們登記之後就要幹嘛 登記之後 我先把它登記下來 你就不能登記我的商標 對不對 就不能仿照我的東西 那這個是儀式而已 那剛剛凱明所提到 我們剛剛看上一頁 對這個就 這頁就有了 對這個這個裝置 叫做指尖追蹤專利 這已經登記了 這就是蘋果繼續登記的 那這很有意思在於說 長得像手套一樣 對不對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就是類似隔空抓藥 那種感覺 那以後就可以利用這手套 你可能可以前面這些頸 你這樣撥一撥 他撥過去了 所以他就用手套的方式 就可以操控 對不對 大概在將近二十年前 有個電影叫做關鍵報告 Tom Cruise演的 對不對 他裡面就這樣搞法的 那以後呢 你戴上蘋果這手套之後 他上面有感測器 你把它撥過去撥回來 然後怎麼樣 抓過去抓回來 都可以用得到 這部分他就已經已經 他已經註冊 他這個部分就是 真的是蘋果註冊的 那這部分只是儀式的 那另外也包括 我們剛剛講的對不對 其實Meta 其實他本來就有他的一些 這個應該說 元宇宙一些東西了 他這次又預告 他的新款的VR裝置 是十月份就要登場 未來呢 他包括眼睛跟臉部追蹤功能 以前沒有 以前把它照住 你可能怎麼樣 你可能在裡面看到一些虛擬的東西 現在呢 你在那邊眨眼睛 對不對 你臉部在笑的話 對方也看得到 對不對 很可能類似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講一個細節 不過大概如此嘛 不然幹嘛有什麼臉部 跟這個眼部的追蹤裝置 對不對 當然Sony這部分 他已經應該說 他已經量產了 已經量產 只不過我們光從這邊上面看起來的話 應該臉部裝置 臉部跟這個眼睛 應該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展示在裡面 不過呢 這好笑在於 這個有網友就笑說 這個是用在PS5上面 對 除了說有線這部分 好像比較麻煩之外 PS5現在你也買不到 對不對 你也買不到 所以很麻煩 但是你可以知道 這些科技大廠 他的做法就是元宇宙 雖然說現在你還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他們一定是怎樣 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因為這方向很可能是最大出海口 你不可能每天都靠著手機 靠這些notebook來這邊做發展 可是未來你如果說每個人 弄個這個手套 對不對 弄個什麼 M的頭盔 對不對 還有包括這個Sony的 這種VR裝置的話 我想這可能都會使得說 這些電子業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好所以有人才講元宇宙有可能是這些電子產業庫存的救星 對 現在的電子業的庫存救星會不會是明年的元宇宙商機 元宇宙的獲利爆發年會不會從明年開始 因為你看登記商標就要做出商品了 另外就是開始也預告已經有新產品即將亮相要問世 甚至明年初的上市計畫 這都是目前講起來很重要的幾個大廠開始做的 但是對臺灣廠商來講怎麼看呢 臺灣廠商目前當然我們只想的什麼元宇宙概念等等的 但是真的實質沾光 而且佔優勢的會是誰 應該沒有錯 因為畢竟我們看到現在所做東西都很少 對不對 當然我們知道宏達店研究元宇宙多久 七年八年以上 他很早以前就在做VRAR的裝置了 對不對 只不過是比較沒人買嘛 沒有 那你看到現在怎麼樣 包括這個所謂的元宇宙標準論壇 一共有三十三家業者 只有一家台廠 宏達店 所以證明他真的是應該說全世界三十三家裡面 他他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 也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事實上你看我們再把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好了 對不對 其實這一波宏達店怎麼漲上來 就這一段是漲元宇宙沒有錯 對不對 但回到這裡之後怎麼漲上來的 就是這王雪紅董事長 他去擔任這個聯想的讀董 當然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真的就像剛才所提到的 明年如果是元宇宙元年的話 這些商品開始怎麼樣 他不管是軟體或硬體 開始在這邊說生產的 開始在那邊賺錢的 是不是讓你會覺得非常有想像空間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波宏達店 你都不用看他 他哪有賺錢 他元宇宙手機也沒賣出幾支來嘛 對不對 但是明年開始或許可能就不是長這個樣子 明年才有真的這個獲利的爆發 但是先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要投資這個股票的話 你可能要怎麼樣 要一些想像空間 一些想像力 你想像力不夠的話 盡量是不要碰比較好 元宇宙就是靠想像力 對 沒有錯 說未來的商機無限 其實靠你想像力 能夠想到多少的運用功能 那真正有在做這些 跟元宇宙跟這些虛擬裝置有關的 我想包括就是中光電跟陽明光 這兩家公司是母子公司嘛 那一般而言的話 你看到其實中光電今年獲利是很好 不過獲利好的來源 絕對不是元宇宙 絕對是因為他其他光學產品 真的賣得不錯 那現在你看到 他是在元宇宙部分 他是鎖定AR的一個光學 光學引擎的應用 AR眼鏡 那當然目前現在可以幫什麼 幫一些特定的一些公司 打造一些你要特定 特殊的一些目的 那如果說未來有這個 應該說有商業 應該說比較商業性的運用的話 就有可能有想像空間 你看到其實我們再把縮小一點 他去年也因為元宇宙的關係 漲到多少 96元 你多久以來沒有看過 中光電漲這個價錢 但是你看到現在 真正如果說元宇宙開始上來的話 其實他今年的獲利狀況來講的話 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中光電跟蘋果的關係 是有人說他們真的很有關係 因為中光電開始去發展 這個所謂的光學引擎的時候 事實上他找了一個 交大的一個教授一起研究的 這位仁兄後來被挖去蘋果了 那所以會不會以後有這個 牽線的機會 更有牽線機會呢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到 陽明光更不用我講了 對不對 如果大家有在看郭明奇報告 講了好幾年了 沒有一年 沒有一年真的實現的啦 不過這一次 蘋果都要去註冊這些什麼 reality one 這些東西越來越有可能 這陽明光報告講了好多年 你看到去年還最高漲到多少 154元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次郭明奇講得好像比較斬釘截鐵 說是明年要推出 至少有實驗性的裝飾要出來 那他最近為什麼幾天 也拉回修正也不少 跌過季線 而且EPS也很低 跌過年限 對啊 EPS也很低 而且他先前六月營收 創新高 七月又調回來了 對不對 但是你要看到就是說 真的假設 我們剛剛回到剛剛的字卡 他主要跟蘋果做什麼 他在供應的這個供應鏈裡面 叫什麼 叫做Pancake這個透鏡 他說這個透鏡 其實這透鏡 如果真的是他供應的話 他是比什麼 比相機模組還要好賺 對不對 所以到底有沒有供應到 甚至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的話 這對陽明光的獲利 可能是用跳升上來的一個速度 當然現在還沒有 因為現在連一個 連一個裝置都還沒出來 那其實這部分 我想這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想像 那當然我們看到 其實像這郁金光 郁金光是真的已經開始在供應 META的一個元宇宙裝置的鏡頭 所以你看到其實郁金光 以本益比來講 他本益比還比大力光高很多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說四百多塊本益比就很低 不是 他本益比還有二三十倍以上 但因為他本身 事實上他本身就已經在出產 這種所謂的一個META的一個鏡頭部分 對不對 他本來就應該說 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部分的營收 那當然最後面下面那兩檔股票 我想這屬於跟這種感測器 也是跟光學感測器比較有關的 這兩檔都是台積電轉投資的 財運跟金財 那股價比較高一點 那財運事實上這部分 事實上我相信也沒有量產到哪裡去 因為他所做叫什麼 叫Meta Lens 他說這東西叫做超透鏡的技術 他的厚度只有一到三個MM 那這東西會做到哪裡呢 如果哪一天 元宇宙的裝置跟眼鏡一樣輕的時候 財運就派上用場了 但現在不用嘛 因為現在還是很厚 大家就覺得很 你真的不把它做得更輕輕巧一點 很市場就沒辦法接受 的確沒有錯 所以今年財運在掛牌的時候 董事長這董事長就有講說 未來元宇宙這些東西 他把它做的輕薄的話 財運的這東西 你看到剛剛那個超透鏡 他派上用場的話 股價可能就不會只有這個樣子 但現在老實說 這些東西的產品佔比都非常非常的低 只有一點點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金財也是一樣 那金財也是本身就是台積電本身的CIS 主要的供應商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今年獲利狀況 是應該說還算不錯啦 只是說當然這部分的商機 可能還需要說未來有加強的時候 才會有使用到的 好 之所以我們看到剛剛呢 這關鍵提供的從這裡都是切入到虛擬商機當中 誰可能比較受惠的概念 也許這些個股其實還沒有明顯發動 但是重點是這些產品 明年會不會大出 明年的獲利機會 才是現在的一個獲利機會點 就是獲利元年在明年也許推升 那現在是不是該找機會 要不要做切入或卡位了 好 謝謝冠青 剛剛講到這裡可以看看投資朋友也先做點功課 但更重要的是明天台股間大跌之後 明天呢還會跌嗎 萬五關卡的位置點到底守不守得住呢 三天之內必須站回月線是不是 怎麼看 先看月線啦 一五一三四能不能在三天內站回 我覺得可以樂觀去期待 那原則上全國大方向還是中小型股就要好 因為貴買是首月極限之上 所以中小型股它是抗跌 那比較看好的族群 像今天談到太陽能解封政策的航空IC設計 指標股太陽能就看聯合再生 航空長龍航IC設計就比較高價的 四星KY作為指標 好 這是看明天的看門中 你還有包括看好的族群跟標的 好 當然今天晚上我們看到美國氣候盤 還是震盪下跌的多 所以在上個禮拜五的大跌之後 今天美股還會繼續震盪 請您持續鎖定 非凡夜線新聞 祝您晚安 再會了